最近我的女朋友發燒了,因為我擔心我也在家裡照顧她。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發燒了,對她是很麻煩的。 發燒了以後,連生活的小吃都很困難,比方像吃飯、洗澡這些事。 整個身體既覺得冷眼也疼了,而且什麼東西都不想吃。 我女朋友想想一天拉肚子拉了很多次,我讓她喝很多水,也為她做湯。 要是病人沒喝夠水,就一定會漸漸的更病了。 除了為她做飯以外,我還幫她洗澡。 一般她沒有精神,常常睡午覺。 得病的時候,無論是誰,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對她照顧的人。 雖然照顧人有一點不方便,可是照顧人不如被照顧的人那麼不舒服。 有一點不方便 need,但她到我們的院。 我愛稍為人生的回事都是趁機。 出生於衣服。